只是有聲音而已 比如說 咬咬咬就這樣聲音 一講到六十多年前 華東大地震 老先生記憶猶新 沒有想到事隔多年 恐怖經歷居然又再度上演 有經歷過就比較了解 跟以前的 現在 跟以前的完全一模一樣 類似一樣的 幸好地震當下 老夫婦立刻奪門而出 只是房子雖然沒事 但屋內滿目窗移 沒辦法住人 只好躲到收容所避難 你們東西都掉下來了 沒辦法走進去了 我們沒有進去 沒有 沒有進去 沒辦法進去 那時候的木造房子 比較不可怕 現在都是高樓大廈 很怕 已經七十多歲的老夫婦 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 他們怎麼也沒想到 會再住了六十多年的 木造老屋 前後遇上兩次大地震 當時我們那時候 家裡的好像又沒有倒 對 但是街上的 大部分都倒了 這次不一樣 這次是 以前是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咚 這次是這樣 咚咚咚咚 那不一樣 整個傾斜一邊 讓老夫婦記憶心的是 1951年在花東由米輪斷層 玉里斷層和池上斷層錯動 引發規模7.3的地震 造成85人死亡 當年的大地震 經歷過的沒人忘得了 而經歷兩次劫後餘生的恐怖經歷 他們感恩的說 平安就是福 現在只希望餘震趕快結束 讓他們能夠趕緊整理家園 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張凱亮 陳韻文 廖一志 花聯報導